在正式采访之前呢 我们要玩一个经典的词词 当你和老师了 完了 我感觉这触及到你的雷了 我的雷 没事继续 写雷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还有威延的帝师 梅拉 这个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一个不成器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江雪霓 但是我叫他宁儿 然后人如其名吧 就可能就说这么多 就很二 那张丁克老师 您绝对不想巧思的一个角色 就是风批美人 但是在这部戏当中呢 谢威就是一个风批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什么让你真香了呢 真香是肯定是真香了 谢威的风吧 不是那种真正一场的风 而是说他经历也好 或者说境遇也好 让他对一些事物的处理态度 会跟常人不太一样 情绪化比较多一点 两位在现实生活中 我觉得对方在自己心中是怎么样的 你先说吧 就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帅 又能力又好 又务实 又努力又认真 背剧本又快 又聪明 智商又高 然后是个好人是吧 对是个好人 没了 满意吗 满意满意满意 你的压力就得到您和老手 我这脑子里面没有这么多词早 这露露在生活中呢 就是看似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 那其实就是很细腻吧 他会有别人看不出来的那一面 他能感受到你的情绪 或者说给你一些情绪上面帮助 你是动恶底 每屁家一菜今天烦恼老师的造型呢 别动别动 不要摸脖子 这非常好看 他的造型 已经想不到形容词了 所以只能用好看来 那两位呢 这次是第一次合作吧 我们为了这个采样默契 有做过什么事情 打游戏算吗 打游戏算吗 在剧中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吗 那可太多了 太多了 只要是王羯爷子 就是我再不快乐呗 啊 就主要不是因为我呗 这个可以剪是吧 隐藏任务啊 还记得吗 紫桥呢 紫桥在我这 你是啥呀 我是啥 我自己也忘了 大家看一下 你别看到我的 那张是我的 那张是你 那张是故意的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我也没看到 我确实没看到 因为平常看白路老师 有拍一些短视频 平常有门歌上 然后有教张林佛老师 在线条开一些短视频 我给了任务的呀 学不会 学不会啊 要收拔手交 慢慢来慢慢来 以后会有机会 进组之后 剧组的小伙伴们 有私下一起聚餐之类的吗 有 有啊 那你们是聚餐的时候 经常会去哪些地方 没有 我们就只是聚餐而已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吃 对 没那么多时间去玩 太一号 真的太想看你们俩 自己去KT的 你主要是想看他吧 滴滴酸盘帮我领伤了 我唱歌也没有什么好听的了 但是您跳舞很好 您能煮我唱零唱 就放我接票去 我们林佛老师最近可是娱乐片的 刀红白鸟 咱们下一个问题吧 像太阳 太阳照在我们脸上 两位呢 平常有没有追剧 克CP的 巧克力 我肯定喜欢那种 斗嘴式的 欢喜 对对对 我啊 我见到谁克谁 哈 随意克是吧 对啊 谁赢的好克谁 好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喂 喂 我开发 我开发 好好好 不好意思 接下来呢 就需要猜一下对方的银行任务 别人事了 没完成 所以刚刚那个电话 我刚刚你过来 我说还什么急事 我心里把它揪了一下 你知道吗 我没完成 我是让你比五个爱心 比五个爱心 比五种方式 那就怎么可能 五个爱心 你不提比五个爱心 我提醒你 怎么可能是 我还沉浸了 刚刚那个电话当中 所以是假的是吗 还练了半天呢 有一场戏 是他就先离开了嘛 后面半场是我拍的 然后导演就开始跟他说 林浩 刚刚我们那个戏 是那么拍的 然后所有人都听出来是假的 只有他一个人 真的 你们真的 不会吧 然后我就这么看着他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 白鲁老师 从来对我发生过这件事情吧 没有他可聪明了 他是担任骗我的角色 怎么可能会被骗呢 那么我们既然有这个任务 肯定是有惩罚 就是您需要在30秒之内 没有什么方法 和白鲁老师对此 害羞 害羞啊 我这人都外面不害羞的 眼影吧 眼影 眼影 给你面子 三二一开始 哎 笑了 我就是 这不 录到了吗 这还不害羞 那要那 那要这样还害羞啊 那个叫做 呃 男女 哈哈 三次 哈哈 哈哈 再一次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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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这试试 可以了吧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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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特别的方式 给这个采访打个伴 特别的方式 那比个新吧 刚刚我认为也没完成对吧 我要跟他一起比是吗 那OK 这个啊 一 那没了 二 二 三 那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双心 双成心 四 那来个这个 好了 OK 接下来我来聊聊 刚才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 关键词 首先有一个词叫雷区 所谓雷区呢 有两种含义 一个就是 下雨打雷的地方 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 另外一种含义呢 就是说呢 一个人不愿意提及的霸体 也就是说所谓的动物 这个时候呢 雷区就可以理解为 sour spot touch someone's sour spot 意思就是 触及某一个人的雷区 然后白露说 旧二 所谓二呢 有两种含义 第一个呢 就是指数字二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某一个人呢 就是说 有一点傻傻的 然后还有一个词呢 叫真香了 所谓真香呢 其实就是说呢 也是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呢 就是说 某一个花 闻起来很香 指的是一种香味 或者是饭菜很香啊 指的是一种味道 然后呢 另外一种呢 含义呢 就是说 比如说某一个人 原来不看好某一件事情 但真正去 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这件事情很有趣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可以说 真香了 意思就是说 他改变了他的主意 change one's mind 还有一个词呢 叫 辞早 辞早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花言巧语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 flurry language 然后还有一个词呢 叫欢喜冤家 欢喜呢 就是很开心的意思 冤家呢 就是两个人是竞争对手 就是说两个人 虽然是竞争对手 但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呢 非常的有趣 然后总是 让大家的这个开心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 friendly rivals 没准り 之后 开始 就是 那么 静